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頭文山 歡迎收看山系感行 深水埗主教山的配水庫 減抹缸就是因為一些結構的問題 所以就要進行一個平整的工程 經過作地之後就發現 裏面其實有一個遺跡 裏面也會見到有很多的麻石柱 過百條的麻石柱 以及紅磚拱門 實屬是一些很罕有的古羅馬建築 雖然暫時停工 就不會做這個平整的工程 但是我也很想帶大家看看 究竟現場的情況是怎樣 一起跟我來吧 今天我們會去的就是主教山 時間大約是15分鐘 難度是半顆星 首先先到石劍美港鐵站聖江基出口出來 就會見到石劍美村和窩仔街的路牌 之後轉左就會見到有一堆店舖 當你見到聖豐濟國經文小學 過紅綠燈再轉左 直行上樓梯過對面 之後再繼續上樓梯 就會見到一個充滿人群的休憩處 之後再上一條超級狹窄的樓梯 這樣就對了 現在我們就上去主教山了 都是經過長長的樓梯 轉路上 都會見到很多人又上又下 又上又下 人數都幾多 相信都是跟我一樣 經過媒體報道過主教山之後 慕名而來 行行行行 居然被我發現了一個奇景 第一次上來 想不到這裡有這麼多兵兵波台 這麼多人打兵兵波 想不到 原來真的有很多兵兵波台 我第一次見到一條行山路 圍著這麼多兵兵波台 有路牌嗎? 寫著旺巴 要不要上去嗎? 上去嗎? 好啊 上去 好 這邊 這邊 有些網可以上去 好啊 嘩 走上去之後 真的發現主教山的人 真的比我想像中多 如是者 我當然要順應人潮的方向 慢慢圍著鐵絲網的邊 步步圍形 現在都有很多人 現在走一條很窄的路 都是鐵絲網的外圍 看看可不可以看到 不過逛逛逛逛 已經看到有些人示範回來了 我就試圖 帳目機舉高 始終都是不成功 唉 真的很可惜 看不到古羅馬建築的真身 不過幸好 有位好朋友 就給了一條行拍片我 不如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你看到歸緊繞 到什麼時候 你會發現 然後進去 圓結~! 就可以拿著 你來賣給人 對 你在祝賣 我個人就希望可以保留這個文化古蹟啦 民物的保育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就是見證一個地方的發展和歷史見證 是社會上獨一無二的資產和文化的象徵 所以我們應該將文化遺產傳承到下一代的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按旁邊的鐘仔 之後一有新片的話就大家時間通知你啦 還要記得Follow我的IG Like我的Facebook 下集山系咁行再見啦 Bye Bye